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每天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加我的V 然后咨询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呢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朋友也会有 每个朋友咨询的问题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 其实刚开始我都很热情的回答 每一位朋友的问题 到现在我为啥慢慢的不热情了呢 因为很多朋友问完了 不要说一个红包没有 基本上甩手就是一个拉黑 直接就把我拉黑了 导致我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些问题 我真的是不想回答 因为回答的时间特别长 特别耽误时间 我每天都需要做大量的事情 很多朋友有加我微信的都知道 我一天下来排的满满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是说义无反顾的去回 要回答你们的问题 但是我能做的是尽量的说 每个朋友家我都能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所以为什么我会设置社群 社群就是设置一个门槛 我们设置社群就是你只要付费 我的社群跟别人的社群是不一样的 别人的社群都是每一年缴费的 我的社群是现在的社群是 你只要缴一次费 基本上就以后就不用缴费了 然后后期你如果说觉得说 我分享的东西对你有用 问了问题对你有用 你可以给我偶尔打赏一下 这就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像今天早上我们有个朋友 我们秦会员 他让我帮他找一套抖音无获言教程 我帮他找到了免费了 然后他看了之后觉得说 有一定的价值 他给我发了一个88的红包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很欣慰 一定要做有门槛的事 你们想执行我可以执行 就是说尽量整理好所有的问题 如果说觉得说对你有用 你可以像我们请你这个朋友 发个小红包打赏一下 这个就对我来说 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吧 一直在写文章 在发音频做视频 我需要各种的素材 所以说所有的朋友 你们加到我之后 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你们的问题 我会第一时间给出答案说 让你们去看视频 或者说去回答你们的问题 还有我现在没有做任何的培训 你们要做培训的话不要找我 今天就分享 前几天周总联系我了 他说小胖哥最近就是 我经常会收到邮件 很多各种邮件的一个营销 他说我想研究一下 就是邮件营销这一块的 我说可以啊 我说邮件营销这一块 目前还是非常多人在做 他说对啊 特别是QQ邮箱跟163邮箱 现在我看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都还是在用QQ邮箱 我说对的没错 现在QQ邮箱已经成为我们一个主流 因为腾讯系的东西 他可以一键绑定很多东西 特别方便 他说小胖哥 那市场上有没有靠谱一点的软件 就是做邮件营销这一方面的 可以批量提起QQ情 会员啊 邮箱之类的 我说各种软件呢 市场上是非常多了 但是软件有一个特点 它只能代替人工 如果你要把软件归成很神的神器 那是不可能的 他说那小胖哥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教我 就是做一下这个 我想试试这一块 我说可以啊 首先呢 你们就是买软件 其实市场上有很多软件 但是各种软件我一般不推荐 也不给任何人背书 我今天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手动可以去操作 提起这个QQ情会员 然后营销的这一个方式 自己呢每天都会收到一堆的就是邮件营销 因为我们都知道企鹅系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关联的对吧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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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是特别好做的 这种东西呢 就是一通百通了 首先呢 第一步呢 你们操作的时候 要用QQ浏览器 为什么说要用QQ浏览器呢 因为QQ浏览器是起而加了 然后只能用他们家的 会比较好用一点 第一步下载一个QQ浏览器 安装好 安装好QQ浏览器之后呢 就打开 打开QQ浏览器 打开QQ浏览器呢 你们去搜什么东西呢 都比较好搜 比如说你们要用 QQ浏览器呢 去搜起而的一些东西 搜微信的一些东西 都可以搜得到 这个后面我们会跟大家慢慢讲 就是各种起而系列的东西 用QQ浏览器搜出来 跟用百度 用360搜出来 他们两个结果 是不一样的 QQ浏览器装好了之后呢 第二步就是搜一下QQ群官网 QQ群呢 它也有一个官网 QQ就是起而系的 起而系的 它都有一个官网 然后为什么这里我们讲的是邮箱 为什么这里呢 我们要用搜索QQ群呢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从QQ群里面 提起会员出来 因为QQ群它跟QQ跟邮箱是相通的 你QQ群后面会员加一个 爱特QQ.com 它就是一个QQ邮箱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邮箱 没有那么多邮箱怎么办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QQ群里面 加入各种各样的群 比如说像我小胖哥有几百个群 我有几百个群 看到没有 一两百个群 然后有些人多的话 会有几千个群 QQ群呢 它是属于开放产品的 你随便都可以搜这些群 比如说你是做房地产的也好 你是做互联网公众号方面的 微信号方面的 或者说你是做什么引流之类的也好 都会需要到微信群 那么微信群里面 你只要丢个关键词进去 那么这里面的人是不是 你的营销的一个会员呢 这里面的流量是不是最精准的 打个比方我们是做房地产的 某某某城市的房地产 那我就比如说我搜索 我这边是全州 全州房地产 对吧 那么房地产 那里面这些人 有一些千人大钱 有些几百人大钱 这些就是我一个 最最精准的一个流量 那么我如何要把这些流量 如果说我一个个去勤发的话 那是不是很容易就被群主 给踢出来了 对不对 那如果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QQ邮箱营销 通过邮件去营销 去让他加你各种方法 加你的什么的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种的话 群主是不是比较不会说 把你给踢了 对不对 所以说QQ邮件营销 虽然说存在了十几年 虽然也是一个非常老套的一个营销套路 但是到目前来说依旧非常好用 我们说回刚才的第二步骤吧 就是在搜狗官方去搜索QQ情官网 QQ情官网是有官网的 我们要找到QQ情的一个官网 然后登录 像我这样就是找到QQ情一个官网 然后用你们的QQ 你们的QQ去登录 登录你们的QQ 我这边登录个QQ好吧 登录了之后呢 你们会发现他官网其实是可以看得到QQ情成员的 通过QQ情成员里面的去提起一系列的一个会员 我们点一下就是情管理这个地方呢 他有一个成员管理看到没有 成员管理呢 我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我加入了这一些群 我有加入这么多群 然后我随便点一个群嘛 就是点这个无会员软件的 你看到没有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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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我们非常精准的一个会员 然后你只要把这一系列的一个会员给提起出来 然后通过邮箱 就是后面加QQ邮箱去营销就可以了 我这边给大家随便操作一下吧 我这边随便给大家操作一下 先建一个空白的表格 我这边呢就是给大家就是先建一个就是空白的一个表格 然后弄一个空白的一个表格 然后找一个空白的表格 然后呢把这些拉到底 拉到底呢这样的话 就是他拉到底 我这边拉到底有几百个人 可能不止 他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区域 然后稍微等一下 我随便拉一点嘛 然后把这一块呢 直接复制到里面去 复制到这里面去 你直接粘贴 Kan-C 这边直接复制 然后这边Kan-C 这边K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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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C 直接就是导出来 就是几千个的一个QQ邮箱 那你要做的第三步 你要做QQ邮件营销 你要做的就是拼命的去加一些群 加群了之后呢 把群会员给提起出来 提起出来呢 再去做一个QQ邮箱 QQ邮件营销 然后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比如说 你一天如果说搞几百个大群的话 还可以来干嘛 你这些QQ的话 你很多人用微信 他是用QQ了 用微信绑定QQ 绑定他自己的QQ了 所以说你这一块呢 如果说这一块的话 像这些QQ号码 你第四步的话 你还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大佬不都在讲 怎么样去加好友吗 怎么样去搞微信的流量吗 那我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说 如果说这么多微信 这么多QQ号 像这种随便一加 你可以搜一下 肯定是有QQ号在里面的 肯定是有绑定微信号的 你们还可以拿来做一个微信营销 每天不间断的去添加好友 比如说你导出来 可能有个几十万个邮箱 对不对 那你也等于说 你也有几十万个QQ 几十万个微信 对吧 这些都是企业系都是同步的 你可以拿这些 去加微信好友 加微信好友 你还可以做各种的营销 对吧 那一定要记住 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情 一定要正规去做 做一些正规的事情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了 拜拜